美國的杜瓊斯指數,在2020年之前,只是試過一次跌到要暫停交易,那一年就是1997年 不過2020年3月之前,這件事仍是正確,跌過停一次 但是3月份,過去幾天,連跌四次,連續跌四次 3月8日,3月9日,3月12日,3月16日 現在杜瓊斯指數的跌幅是這樣的 我想在歷史上,未見過這麼大和這麼厲害的短程式的跌 這個對世界經濟有什麼影響? 我相信影響會非常非常之大 在杜瓊斯指數跌的時候,世界其他股票市場都根本上是跟著跌 不過,除了中國股票市場之外 在中國疫情大爆發的時候,杜瓊斯指數沒有跌到 因為市場相信這個疫情不會影響全球的經濟 雖然火車頭,中國暫時休息,停工 但是,世界的經濟會繼續向好 所以,杜瓊斯指數就不用跌,沒什麼動 好,現在中國疫情搞定了,應該大家皆大揮起 杜瓊斯指數,應該要喘喘喘喘 但是,事與緣為 因為發現,原來中國搞定的疫情,在其他國家是未必搞定的 而全球受到這個疫情的大衝擊之下,前景非常之暗淡 所以,就狂跌了 除了杜瓊斯指數跌之外,石油也是前所未見地 跌到現在,二十兩美元一桶 在三月之前,石油還是五十多元一桶 短短,現在是三月十九日 三月都未過了,過了二十天,三分之二 石油不見了一半,杜瓊斯指數跌到無影無蹤 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當然,股市跌,有很多人不見錢 但有些人眼光到的話,就一早已經賣空 所以,又會賺大錢 賺大錢,那些錢拍去哪裡呢? 美國的聯邦儲備局,將利息減到零 即是完全不用管 不用管,不用本錢可以借錢 還怕你不借,零 還有呢,準備推出一萬億元的QE 一萬億元,一個非常大的錢 但是,應該在股票市場有這麼多錢流入,應該上了 不上,照樣不肯上,還要繼續下跌 即是說,這些錢流是沒用的 這一萬億元一放出去之後,那些人不要 利息零,別人不用錢跟你要貸款 那就是什麼呢? 即是說,美元就完全失去價值了 在美元失去價值之後 那些錢放去哪裡呢?拍去哪裡呢? 在哪裡先等著呢? 記住,有很多熱錢,並沒有鎖到某些固定資產上面 在現在全球很多熱錢,我叫金融大鱷 他們手上的錢是不停流來流去的 那你都要找地方擺的 擺哪裡好呢? 黃金市場是其中一個 但是,我想最安全的都仍然是中國 因此,在未來我相信中國股票會狂升 杜禽斯指數越來越厲害 中國指數會升越來越厲害 但是,我希望中國政府好好地看管著這個賭場 我叫股票市場賭場 因為,實際上,融資的作用已經很少了 股票市場大部份都是那些人在炒一些短線 所以呢,第二市場的那些 Directives和股票市場 現在中國指數會開得很緊 不要讓一些流入來的熱錢 是吸走中國人,辛苦了儲回來的錢 未來的經濟,將會有一個大的改革 怎樣改革? 現在為時尚早,大家未看到 希望呢,就不是我預測那個 美元從此拜拜的時候 因為,我相信很多國家,很多地方 未準備好,將那幾百萬億的美元歸零 所以,如果我突然將這筆錢歸零 全部當成紙的話 全球經濟商會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大衰退 這個衰退,將會是史無前例 所以,我不希望我這一生可以到這個風波 但,誰能跟著 唯有先放場 看看,將來有機會跟大家再分析這件事